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这三个脉不畅通 你想入道开悟成佛呀 确实不可能 但是我要说清楚人 你就是认读二脉一中脉畅通的人 未必开悟成佛 但是真正开悟成佛的人 他的认读二脉一中脉绝对是畅通的 就这么微妙 你像我们为什么 近座的人要 气称丹田 气称丹田是最初的一个阶段 千万不能把气称丹田 当作修行时钟的一个方法 一百天你修完的就超越了 因为气称丹田 也就是一股的能量称丹田 前面的能量一称丹田 他就能量就跑到尾巴骨了 这是尾巴的尾巴骨骨 跑到尾巴骨了 他就从背后神奇来了 又上到头顶上来了 又环境不老了 可是有几个人能够达到气称丹田 也就是能量乘入丹田 不从前面漏掉 往往能量一乘入丹田的 幸运就要旺盛 根本凡夫管不了自己 如果说对于修道心 比较强烈的 愿力比较高的话 当时的能量到的前面 也就容易从后背尾巴骨盖 从脊梁上伸上来 就没有欲望了 在这个道家 这个叫做三江口 也就是润脉和多脉 以及中脉汇聚的一个焦点 能量全不从骨 这个地方漏掉了 也就是说 夫妻生活 平反了以后 能量全不从骨 这是个我们 男女同志的一个生殖器 就是从这个地方 化下来的 男女同志在做夫妻之间 这些事情的时候 实际上 男同志是释放阳气 女同志是释放阴气 一阳二气 一碰撞一结合 他身体里面就会有一种快感 当我们把粗禅修完了以后 进入二禅了 就是阴阳交合的时候 浑身有一种 欲罪欲邪的感觉 那不知道 比那个凡人做那些凡事 要强烈多少万倍 这也就是为什么 修禅定的人 到达一定的时间 他根本 不需要夫妻生活 他完全可以超越 四禅八禅的 粗禅定叫做什么 历生喜乐地 定僧喜乐地 离席妙乐地 舍恋心禁地 喜啊是指着心里的 乐是指着生理的 快乐是由生理产生的 喜是由心里产生的 如果说你的能量 没有从下面漏失掉的话 它在 它金呢 就变成一种热量 变成一种热量 人体的热量是由金产生的 这个金是指的先天的金 不是后天能够生育的金 如果你保持先天的金 不变成后天的话 它就能够变成一种气 它是一种元气 绝对不是呼吸之气 你再通过修炼 它就变成一种神 或者是从所谓的 变成一种光 它在头上 头上指胸腔这一带 我这画了一个横 头指胸腔这一带 它是神 也就保持一种光 你们看到佛呼他为什么 上是一带光呢 比如胸腔到的肚气耳一上 这个中间就是一种气 是呼吸之气的气 但它绝对不是呼吸之气的气 它是一种元气 由肚气耳一下到膝盖一上 它是一种金 你看有很多男女东西 一到冬天的膝盖手脚斤娘 就是它的金不足 这是指先天的金 不要理解成后天的金的 那么你通过修炼以后 金就变成一种热量 这个气变成一种力气的气 那么这个神就变成一种光 它正常在身体里面 运作的规律 我们是吃了五穀杂粮 通过这个胃部吸收了以后 产生一种能量 出生在我们胆田里面 也就是变成了这个金 这个时候还是先天的金 通过修炼以后 它就受了个润脉 开始走 走到下面 走到这三江口都不会 你如果说是一种禁欲的 或者说一种节欲的 你通过修炼 它就断到尾巴骨 断到后肌背 后肌粮钩 伸上来 为什么我们 虽然在这个阶段 是很难以再上身的 为什么我们进座的人 后背 做到一定的程度 像个砖的 像个石头牙的背部一样 很难以再往上通 如果你背后 我们前面有个石子 背后这个也有个石子 背后这个石子 如果你背后的石子打通了以后 就是背后一定会放光的 但是很少有人打通 打通了以后 它就会甚至你的后脖子 再往上伸 当这个能量伸到后脖子的时候 你的眼睛呢 包括这个眉间 一定是金光闪闪 这个时候你会误以为自己 得到甚至开天眼的 它只是一个阶段的现象 它过了这个阶段 它又 经过了眉间 你看这个眉间 又经过鼻梁 又经过上嘴唇 然后又分到两边的法令线 再经过下巴 再经过眼口 阶口又非常难以畅通 阶口畅通的人 他说话 念咒语 绝对有一种更动力 我们通常说的 有一种雌性能 也有一些常识 没有修炼 为什么也有一种雌性能 他本身的能量很足 他已经从后面上来以后 走到阶口来 他本身的能量就很足 即便是他有夫妻生活 但他还有多余的能量 跑到后面来 当半个咽喉 打通了以后 经过了胸腔 也就是大约 也就是这一代 经过胸腔 跌得非常难受 你会物有 是有个胃病 实际上不是胃 就是胸腔 这个胸腔的骨头 会痛 经常你看一下 长距坐禅的人 就会打这个胸腔 就打这个胸腔了 胸腔打开的人 绝对没有烦恼 不会生气 你别看他 骂起人来像狮子吼叫一样 咆哮一样 但他绝对不是一种生气 有的人虽然不发火 但他气会憋在这个胸腔 当一个人要发火的时候 他往外呼气 实际上也是把胸腔的气 给呼出去的 这不气没别在这个地方 他也就发不得了火了 他所谓的发火 也只是把胸腔的气 给骂出去 给炒出去 胸腔冲了 松了 他也就没有火发了 所谓的发火就是气 吐死他不得不发火 如果你这个气 再继续往下降的话 他通的 再往下降的话 会把甘甜下半路 全部畅通了以后 人的身体绝对没有欲望 这是这个欲望是值得 生命上的欲望 我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种信誉 为什么常人有信誉 就是因为 他后面微包子 这个能量 断过到上面来 他憋到这个前面 因此就要发泄 那么你要是不发泄的话 你必须通过修炼 把那个力量赚到背后来 因为这个地方 没有一股能量 跌在这个地方 就没有 繁复的这些现象出现 那么通常这些 要修多久呢 你的方法不懂 或者不正确 你的时间用的不够 你一辈子修不完 正常情况下 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也就是说 一年的时间 这些在也用不上了 如果 这些都是属于歪门邪道的 它和修道已经没有关系了 所以在过去的那些老禅思 在禅堂里面 从来不讲这些 凡是能够进禅堂的 就类似 类似研究生们 博斯生们 试问在研究生的课堂里面 博斯生的课堂里面 怎么还会讲 横竖偏拉 阿窝河 一无余论 这些都是在小学 一年级就应该结束的课程 可是长久一来 禅堂里面从来不讲这些 那么佛教以为 这些和修道没有关系 如果突然有一天 某一个法词 一个禅词 在禅堂里面讲这些 大家都说它是歪门邪道 五大宗的禅词 铭记曹宗 郁闷 魏阳 法阳 他们都谈到过这个话题 但是他们用一种 非常隐晦巧妙的字眼 在讲 他们通常用的一些 听前脖子术 竹根缠杖 不会朝这方面念想 将水来比喻 你们怎么可能会 想到讲的就是这个话题 尤其是没有 一个悟道的人来讲 根本不会朝这方面想 当你任多二脉的 金气神充足了以后 它就不是围绕着整个身体转的 你们练习功能不真相说是 在身体里面转来转去吗 这个还是小儿科呀 当这个转完了以后 它就不走前胸后背了 直接进入这个中脉 就从头上出去了 头就开始放光了 这个头啊 就像一个梁花样打开了 任多二脉还是最初的 当任多二脉结完成了以后 它就进入中脉 直接上来了 直接从头上出去了 我过去有个比喻 我说 那个苹果呀 为什么上面有个地板 后面有个肚脐眼的 那呢 就是这个中脉 就是这条中线 这个中轴啊 你看我们头上 都有个线呢 这个就是苹果的地板 那么 那个慧音血的 就是在下面 那个苹果的地板 就是在下面 四肠八顶 早就把它修完了 真正 中脉冲 头顶的梁花打开 出去以后 才是修道的开始 在这个之前 都是大基础 能说烧香 脉佛和这些有关系吗 你们知道烧香拜博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原始佛教 有没有这些事情来做 真的 任督二脉 一级中脉 畅通了以后 他做事啊 即便是再累 躺下来休息 半个小时就已经恢复了 也就是再慢的话 一个时辰 足以恢复了 他马上这个能量就补充了 满了 那么常人的能量到哪里去了呢 全部啊 变成后天的东西 从这个下面漏掉 从下面漏掉 你再多的能量 全部从下面漏掉 你要想不让它从下面漏掉 你就最初就要从尾巴骨 转到背后 伸到后脊梁 伸到头顶上 再次从前胸降下来 再进入中脉 从头上出去 你不叫它从下面出去 你就叫它从上面出去 你没有办法从上面出去 你就必须叫它从下面出去 否则的话 你就要发疯 否则的话 你就要变态 除此之外 没有第二条办法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 经常说禁欲的人 心里都不健康 除非你是降服了这个身体 四肠八肌修完呢 身体的 生理的这三条脉路啊 畅同了 那么你心里绝对健康 不会变态 你变态 是因为生理里面 有一股力啊 迫使它 不得不这样想 不得不这样做 降服心之前 先降服身体 一个凡夫而言 都是被身体推着走 不可能让心里影响生命 都是受生理影响心理 只有一个圣人 才可以用心理 影响生理 用心理 带着生理 来走 否则的话 都是被生理牵着走 完了以后 你们不要执着地 在身体上面修这些 我刚才说得非常清楚 它只是一个修道的基础 这个基础你不修完 不打牢固的话 你想真正地修大道 念神入虚啊 是绝无可能的 我们现在所谓的修炼 充其上也只是念个身体 也附带在修炼的这种心 但是 你的身体没有畅通 这朵梁花没有打开 东西没有出去 你所谓念的心 都是不究竟 都是随着情绪波动 今天心态好 明天心态又差得很 又一落千丈 回到最初的出发点 之所以 圣人有一颗平常心 是因为这个基础 已经平静了 已经打牢固了 生理不会波动 所以他的心态平静 圣人 他体内的能量充足了以后 他是望上升 触死这种梁花打开 这个 本来念慕冲出去 而一个将要死的人 他的能量没有了 他根本没有办法把神石 给他送上去 那能量没有了 他含不住神石了 能量从下面走掉了 散掉了 含不住神石了 神石也会脱体啊 脱体 也会跑掉 足了以后 他也能够处死这个神石 飞出去 但他绝对不是 像人将要死 刺把分裂 元气没有了 那个神石 他含不住了 也就是力量不够了 含不住了 那种脱体是不一样的 静坐的姿势不正确的话 我上一堂课讲到 脚搭着去静坐 为什么要把屁股下面 垫一个两寸的垫 你看我们现在这种 这个摆震啊 前面都是斜的 那么用来打造的时候呢 他的屁股自然就垫高了 他的后面尾巴 都让形成一个半圆形的 气质容易畅通 如果要是频频地 坐在一个平面上 尾巴沟这个地方 就折叠得很紧 就是个90度的折叠起来 气血就不容易上升 如果你有个坐垫的话 这个尾巴沟这个地方 就是半圆形的 可是这些都是对于 最初坐禅的人来讲 这么重要 一个长期坐禅的人 根本都不存在 把四大修完的 已经空掉了 一个四大能够空掉的人 试问他的气血能量 怎么可能会不会畅通呢 正是因为四大畅通不了 所以你的身体忘不掉 空不掉 这个高僧打的 哪一个不是气宇悬昂 用不完的劲 脑袋刮的都像一个大西瓜 像一个大皮球一样 我们现在这个脑袋啊 比现在祖祖的脑袋啊 一个一个都是干瘪干瘪的 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曾经做了一个比喻 说我们的头啊 就像一个花骨多一样 一个花苞一样 花苞之所以长得饱满 就是因为下面的能量很足 如果下面没有能量 它不往上输送的话 这个花苞啊 就是扁扁的干干的 根本开不了 它就是开了 也是小小的 虽然注重在心态上的修炼 但是如果你的身体 不处理好的话 心态根本静不下来 佛教不是不承认 身体与修道的重要性 他只是不注重修身体 觉得修行人当中 思想单纯 心念专一 在身体这方面 根本是不值一提 不知不觉的就已经修完了 可是我们现在专门修身体 还修不完 还不知道怎么修 根本不知道如何把身体 修完了以后 再来修心态 自爷们讲的 达到国内神心 我们现在虽然 口口声声 也是在修身体 也在修心态 把这个基础打牢固 特别注重了 不导弹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 几乎很少有人提到这些 但是你要想真的 有大的成就的话 要把身体这个阶段 修练好的话 还必须要有一个阶段 训练不导弹 但是在这个阶段 你生理上面所有的病 都会出现 这个时候 你千万不要误以为 是修心以后产生的病 那是因为你的身体里面 原本就有病 它一直潜伏在里面 没有机会让它萌发出来 只是现在 你是通过禅病 把你过去里面 原有出存的病 就像是一种监测器一样 探测器一样 把它探出来的 提前让它 分期分期的 释放出来 不至于它 有小病 继承大病 突然有一天爆发 发现已经是晚期了 人就死了 朋友 其中有两个朋友是这样 当发现自己有病以后 半年的时间都去世 我昨天上午啊 从广州回来的 我前天 前天晚上 从广州的 又送我一个徒弟 他是白血病 他因为在最后两天 处在昏迷状态 他一直喊 喊嘶 因为广州离这里比较近 我前天下午啊 坐在这个大巴 他到广州已经晚上了 去了以后啊 他也是刚往生 然后去了以后呢 我跟他练练经 把他头啊 拍了拍 打了打 自己有病了以后 没多久就去世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一旦发现自己有病 就已经是晚期了 为什么静坐的人 很容易生病 实际上就是因为 身体原本就有病 当一个静坐人 他身体的元气啊 这个能量产生了以后 他流通到哪里 哪里有病 就有反应 没有病 他就很快要通过 有病了以后 就不通过 就憋在那个地方 一憋在那个地方 他就要爆发出来 你就误以为是 打坐生病的 他原本就有病 潜藏的内带 就像是下面 来得有那个定时 来得有那个炸弹 你用那个探测器 探出来的 你说是探 你说是探测器的原因 那是因为下面本身 人家早已经 埋好地雷了 不是因为有了探测器 下面有地雷 而是因为下面 本身就有地雷 而我们身体的元气呢 在身体里面流通 流通到这个胸腔来 你出现胃病的 你以为是有胃病的 是以为是气 产生造成的胃病 但是因为原本你的胃 就不太好 它流到这个地方 它通不过 那么你通过一系列的办法 对质 让气通过 以后就不再 不再生胃病的 古人能够 让生理上 这股力量坏一些 有时候好不容易 修一点点力量 又漏掉了 从哪里漏掉了呢 不仅仅是 夫妻生活之前漏掉 还是从六根上面漏掉了 你眼睛看多了 也是一种漏 耳朵听多了 也是一种漏 嘴巴讲多了 更是一种漏 心里面考虑问题多了 还是一种动 为什么说修行人 第一步上来 就要六根关闭 当你的六根关闭以后 生理里面的这一股力量 才会自动进入 任督二脉 以及回到他的中脉里面 当一个人 在节欲的时候 甚至在禁欲的时候 他的能量 也就是说精气神吧 我们说的通俗一点 它全部是储存在 任督二脉里面 以及中脉里面 当一个人中欲过渡的时候 你就意味着 他的任督 都脉 中脉里面的能量 全部到下面来 从下面给发泄掉了 你境欲的时候 能量全部出在 这三条脉 道里面 就像一个三个渠道一样 全部出存在里面 那么我传授大家的 七阶动工 第二个动工叫做什么呀 是不是 我第三个动工叫做 核柱江帆 核柱江帆的 这个主要作用 就是开通你的尾巴 围履这一关呢 是非常难过的 很难打通的 一旦把尾巴固 这个地方打通以后 能量就会顺着 后脊背往上升 核柱江帆呢 它就是 让能量 不从前面漏掉 有前面转化的后面来 为什么叫做核柱 核柱江帆的水停止了 不再流了 江帆 指下面的能量 江里的 大江大海里面水 多少多 再多的水 它又从下面翻到上面来的 翻到上面来 前面这条河流啊 永远停止 不再流 不再流通了 前面到后面来的 核柱江帆的 实质意义就是这样 它的原话叫做核柱江帆 水到处 逆流者为圣人 顺流者为反复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修完的话 充其量也只是个四十二八点 还是个基础 除 修完 念过女神功呢 她为什么女神 都要吸一口气 沉入丹田 她一憋气 眼前都放光了 她实际上 她的原理 还是从嘴巴吸一口气 憋入丹田 她们的气 往下一压 后面的气 就跑到眉间 眉间就放光 她有的时候 背后冲完以后 她的心 从嘴巴里一吸气 一压 她进入中外 又冲到这个眉间 冲到这个嘴上 她也放光 她只是利用 后天的呼吸之气 把先天的元气 给带中 给它点燃 真正放光的 不是后天的呼吸之气 是先天原有的气 不住那么采气的 土不辣心的 它都是起一个 火柴点燃的作用 道 是道一个最初最初的阶段 光它也不是道 只是入道的 一个标志 大家好好练的话 这个三条脉 一年的时间 就修完了 就畅通了 即便你不信仰宗教的人 你练这个七节动物 一样身体健康 会延连易受 除病强生的都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用来收到的话 提高你的能量 是轻而易举的 树木 很容易枯萎 就是树木的能量 不往上出送 一个年轻人的生理 为什么容易枯萎 也是能量不往上出送 如果说能量很充沛 一直持续不但往上出送的话 人的身体不容易枯萎 那么这棵树木 它也不容易枯萎 再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佛门里面 非常出众吉祥卧 因为我们在吉祥卧的时候 会把这个管道啊 折叠起来 堵塞 它的能量就很容易 从这个尾巴骨 伸到你的后脊羊肺了 甚至还会从这个肛脉 往上伸 如果你不是采用吉祥卧的话 能量 它就不容易往上伸 也不容易 空间也不容易上来 背后也不容易上来 它就容易停留在下部 很容易从下来漏掉 所以吉祥卧 就是把这个三江口的一个 出水管呢 给折叠起来 堵塞人 尤其是南同时代的方面 是最明显的 如果你要想出一斤的话 你唯一的办法 就是采用吉祥卧 在能量充足到一定的程度 你看没有化解掉的的话 这个办法 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你必须要挂 冰变成水 水变成气 把它生化掉 把它从上面散化掉 否则的话 它肯定会从它后天的道路出去 真正先天的道路 它是从上面出去 所以当一个人上面打开了以后 他吸收的能量 他就不是 他就不仅仅从五步杂粮里面吸收了 他本身从上面就可以吸收进来 从头上进去 那么第一个观音寝身的动作 就启带着这个功能 当能量充足了以后 可是又关闭不掉 那么先和染翅 它就是让这个能量 进入体内的能量 达到阴阳平衡 首先关闭下面 关闭下面以后 一旦充足 它还是要从它后天的渠道出去 那么必须采用合途相反 合途江翻一族人 它的阴阳还是不协调 左边不会到右边 右边不会到左边 所以采用了 吸收望月和这个前腿旋转 也就是左边力量到右边 右边力量到左边 互相交合 交合完了以后 阴阳平均的 要盘旋 盘旋了一定程度 它就开始一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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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走了 往上出去了 就像一个瓶子里面的水 比如说 30毫升 40毫升 50毫升 满了以后 自从瓶口 就要打开 就要出去 可是满的 在满的过程当中 还有不满的地方 你们看过注射器里面 当吸水 吸个药水的时候 里面还有气泡 为什么要把气泡给打出去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大家不知道啊 如果注射器里面 吸完那个药水以后 里面有气泡 打进去的话 人都会死掉的 心脏都会停止的 你看为什么挂吊子灯呢 那个吊层管里面有气泡 要把气就放掉了 那个气一进入心脏里面 心脏里面说问题 可能很多人 他第一次说吧 第一次知道的道理 对 道鸡子知道 他是搞医的 他知道 那他吊层里面 必须把那个 管里面的气泡出去 那个注射器里面 吸完药以后 他朝天再挤一下 把水就冒出来 就是把气泡出去 如果气泡排出去 注射在里面 身体里面有气 就容易得心脏病 容易得梗 丝 不管是打静脉 还是打脊肉 必须要把气泡出去 所以那个 合法摇摆 和那个立地冲天 哼 哼 就是把气给泡出去 既古老又科学 可是你们根本都不知道 他的作用是干什么的 叫你们练了 就像打你们 他要来 就是不练 就像父母亲 就小孩读书一样 打死我也不读书 给你读的书 我读书有什么用的 跟你读的书 所以就是不读书 好 就是啊 就往下做 做的同时就要呼气 呼气 必须要配合呼吸才有用 即便了我今天讲给你们听 你们感受不到 因此你们还不会深信无疑 这是若有所信 因为你没有感受到 怎么会深信无疑的 除非你切成感受到 才会深信无疑 好 OK 好